他說泡物線Y等於二減S平方跟直線Y等於S 所圍成的區域面積等於多少 請求出來 既然他講的是圍起來的區域面積 那我們並沒有給我們說從哪裡到哪裡 所以你要先求出到底是要從哪裡到哪裡 所以就是要求他的焦點 求焦點的話連理求緊 我們把兩個箱等到以下 然後可以得到這個再把十字交成 所以X等於負二過一 所以我們七分等一下就從負二減到哪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到底誰比較大 應該是誰減誰 那這個泡物線是開口向下 因為領導係數前面負的 X平方前面是負的 那所以開口向下跟直線最顯然 這個泡物線應該在上面 泡物線在上面跟直線 那所以應該用泡物線去減掉直線 也就是說用2減X平方再去減X 2減X應該去減X 然後從負二減到X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把它劃解一下 X平方積分就是3分之X 3次方 X呢就是2分之X平方 長數向就是X 好所以這個係數當然不變 那前面的負負二 負負二這不變 好那從負二到一 所以我們用一代進去 減掉負二代進去 可以得到答案二分之九 再看看原題 炒負三代進去